太好的优势 基本上主要还是靠这个位置感 靠积极性 靠这个欲望去抢 这球还真不是走步 现场有应该是辽宁队的球迷 喊起了这个辽宁队肖塔 是一个很富有辽宁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个加油主意 他不一定是说跟你在篮下 有很大的身体接触 跟你卡位或者跟你死扛 那不是这种强法 这边又是转换 采盘没吹 哇 罗尼这个身体是真好 这个弯成了一张弓 看罗尼怎么打 他这个不好打 多着打 行 这球也挺难 还是立足于防守 现在其实基本势头已经扭回来了 这个球就是明显在防守端 采盘没表示 等开之后直接输送到篮下好球 自己的胡子做好了上场的准备 他是抬头看见自己出现之后发现胡子上挂了个脏东西 您这手上的感觉真的 自进攻机会 这下方防得凸 哇 行 罗尼这个补扣既经自作 这是他对方的身体速度 这要一暂停要布置半场最后一攻 就是外援啊 他可以给他得分 是吧 你人家毕竟能力强 你不能说 这个优势呢并不大 但是要知道篮东队在上场最多的时候落后了10分球 到了15分 但整个手感不是很理想 连接力 哇 这球被突了 到了15分 但整个手感不是很理想 连接力 哇 这球被突了 连接力 哇 这球被突了 相当高 哎呦 这么远的抛头还能进 他这有点绝活 高尸岩持球的时间 主动去寻求高尸岩和梅杰里之间的这个挡拆配合 现在梅杰里下去了 我已经开始往篮下打 对 这会儿呢 他打李小旭 我只能够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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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又多了一次进功机会 还是单挑杀进去 抛头 在一个回合 踩出来这个位置 火 这个球啊 还判失忆 应该是说对方的这个 是不是打到他 手的反击 哎呦 上过头来没对方打二加一 确实是分身这段时间太上头 这个防守啊 补过来无可厚 主要注意防三分和别犯规 主要注意三分球 对方肯定要抢了 注意别犯规 天外飞仙一样的一击三分球啊 省市省省省两米 这应该是 这个